那问一下汪浩大哥 领导人的健康常常是政治问题 据说尼克森当时访中的时候 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健康状况 也出现了问题 对毛泽东在尼克森是 1972年2月份访问北京 第一次见毛泽东嘛 但是在这之前的话 1971年913 9月份的时候就发生了林彪事件 所谓林彪这个坐了飞机去逃到苏联 然后被掉下来了 那么这个林彪当时大家知道 他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 毛泽东的继承人嘛 又是这个中共的副主席 所以这个事件对毛泽东的健康和精神 有很大的打击 然后在这之后 1972年这个1月份 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十大元帅之一 陈宜 当曾经做过外交部长的 又去世 然后毛泽东这个某种政治上的原因 必须出席他的这个追悼会 那么在这个追悼会之后 毛泽东很明显的身体受到了这个严重的 据说了是严重的这个感冒 那卧床不起 这个这个所以就等于是说 尼克森来之前 一个月毛泽东完全是躺在床上 没法工作的 那么当时就是说 尼克森来之前 实际上是完全不确定他能不能见到毛泽东的 这个 但这个消息 尼克森是完全不知道的 他是 中共是完全封锁的 所以尼克森来的时候 他提出不光是要跟毛泽东一对一的见面 而且提出要见好几次 他是指望 他是跟毛泽东进行会谈 而不是跟周恩来进行会谈 但是后来呢 这个尼克森到了北京的时候呢 毛泽东就是 当然这是尼克森访华 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毛泽东就是 从病床上起来 打了强心针 就是撑住去见尼克森 当时这个尼克森跟毛泽东会谈的时候 毛泽东的书房后面 他的这个保健医生 全部是准备好 随时准备冲出去 氧气冲上去要抢救他的 而且甚至说 他的这个针筒 给他打这个强心机的针筒 连这个针筒 这个药都已经抽好 再放在那里 就是根本就是随时准备 一秒钟之内就要冲出去 去抢救他那种状况 哇 那个时候那么危急 是 就是他是任何时候 随时可能倒下的 不过呢 当然人 因为大家说这个政治 是一种春药嘛 这个毛泽东因为要见尼克森 所以他 他还是很兴奋 就是这个 撑了45分钟 他们实际上只有谈了大概45分钟 谈完了以后 毛泽东已经不行了 就说今天就谈到这样吧 我们就把尼克森送走 当时尼克森还当面 这个拍了他一下 比如说 主席你看上去 身体不错 人很好 毛主席说这个 这个叫外表是迷惑人的 这个这个 你不要相信这个外表 我已经 人老了 不行了 那不管怎么样 他送走了尼克森以后 他马上在床上躺倒了 然后就是躺了几个小时 就不能动弹 所以这个是 所以他最后建的最重要的政治领袖 就是尼克森 对 那就改变了中美关系 2040年 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是 然后在这个 这个尼克森整个访华期间 尼克森见完45分钟 尼克森说 我们什么问题还没谈呢 我还要再见 那就再也不行了 他再也没见他 好 我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现场